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但随着总决赛的临近 19年总决赛的场景时常会浮现 也出现了某种担心 今年的中国好声音学员会不会到了总决赛 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之下翻车呢 中国好声音是录播 通过修音师的努力 可以把一些只有70分的演唱修成是90分 导致一些学员的真实水平被掩盖了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到达总决赛 没有了修音 真实水平就展现在了观之的面前 之前都是90分 一下子变成了70分 甚至不到60分 那种心理落差可能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后果不堪设想 互联网拥有记忆 它的记忆时间比人长久太多了 回去翻翻关于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评论 就会明白当时的网友反应有多么的激烈 之前有多受欢迎 那么凡事就会有多狠了 因此也就担心 2020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会不会重演呢 会不会重演 取决于是学员的真实水平如何 可是中国好声音一直在总决赛前都是入播 怎么去看学员的真实水平呢 有些学员因为人气很高 网络上可以找到一些其他渠道的录播视频 比如说赛云纯就有他开学时候演唱歌曲的录播视频 有些导师也会让自己的学员参加录演 比如说新西风就带着自己的战队学员在某个景区录演 学员的演唱也被网友录制了下来 通过这一渠道可以了解一些学员的演唱水平 但是因为录制设备以及音响的设备比起中国好声音有很大不足 因此通过这些录播也不能充分了解了学员的真实水平 只有那些去过现场听过学员大量现场演唱并且有很高的音乐素养的人 才有可能会知道学员的真实水平如何 而每个战队的导师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2020中国好声音学员真实水平如何呢 李健给出了答案 在一段中国好声音花絮当中 李健对自己学员的实力给出了高度肯定 他认为战队中的很多人已经超过了很多职业歌手 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当时看到李健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 认为这是李健在给学员们打气 故意怎么说的 但是结合整个花絮 李健就不可能如此做呀 因为在话绪中李健说了这么一段话 大概意思就是 当你有一天出名了 你知道自己唱得很好会心安理得 但如果唱了一般又很有名的话 就会很难受很心虚了 如果学员表现一般李健却说得很好的话 这与他的理念不符 因此李健说很多学员已经超过了很多职业歌手 是可以确信的 李健说这句话呢 是在与李宇春战队PK支持 学员元首导师的教导时间还不长 这说明这些学员的底子很好 在经过导师长时间的教导之后 真实水平只会更上一层楼 能进总局赛的学员都是学员中的佼佼者 那么他们的真实水平更值得期待了 因此听完李健这些话的话呢 就放心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名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